欢迎大家来到极客训练营球场晾晓行 这一期的教学我要教大家的是 单手和双手的基地传球 我们先给大家讲一下基地传球的概念 基地传球它是一个比双手传球它更隐蔽 然后能更加迅速达到你的同伴手里 但很多人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 可能不会了解这么多细节 就比如说你想说你受不出一个概念 让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基地传球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 它的落地点 它必须在你和同伴的三分之二的左右位置 因为你这样传的时候 好处是不容易被防守断 但如果你只谈到中间50%的地方 这个时候球速慢了 然后还容易被防守队员预判掉打掉 因为你在空中的时间长嘛 对吧 不像你胸前传球是比较直接的就可以到同伴手里 但也因为基地传球它这个难度就会更加高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来讲一下训练的方法 训练的时候首先你的准备动作 还是像我们之前一样 双脚肩宽然后你的重心对吧 蹲下来之后眼睛看向你的队友 接球的动作 八字手八字手 传球的时候注意压腕一样的 任何传球的时候就要压腕手指拨腕出去 就跟投篮是一样的 你刚开始练的时候你可以假设地上 或者你可以贴个标 因为我现在看到就是差不多是这个位置 这里有一个黑色的点点 我就把这个点记为我们三分之二的距离 然后你可以 对 差不多这个位置的地方 那你记得你的反弹球 因为你这一次是对着地面传 所以你对地面的力度一定要控制好 你不能就是这样去 这是没有用的 你要你要记得控制你的力道 但你要记得我们这次传球 是因为你的球是载上地面 才反了反回到你同伴的手里 你记得要控制好这个反弹的高度 正好在它的这个区间是最舒服的点 有很多时候我都看到很多人传球 传基地的时候他们会前面还挺快 但是后面都弹不起来 或者是弹的特别高 就弹到地上都没有力的那一种 或者是他弹的那个弧度特别的低 有的人很喜欢单手啊 耍耍这样这样去传那种球 特别容易失误式一点 而且你的落地点砸不准 反弹的点会更加奇怪 就比如说你传的时候球是转的 就好比你这样做一个技技师 他的球转出来之后 他到的那个位置就偏移的会特别大 因为到地上在弹起来 这个弧度是不能像平传球控制这么精准 所以练这个传球的时候 一定要磨去磨去练 传球的时候一样 你记得你的手指指到你要去的地方 因为这次我们是打地上 所以你就冲的地上那个点就好了 如果你和你的同伴非常熟练了之后 你也可以增加一点移动 比如说增加一点滑步 那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你可以在移动中去判断一个提前量 对吧 因为我们之前双手也好 单手也好 你的传球必须有提前量 你才能更准确 因为你只是一味的在原地练的话 它可能只能磨你的手感和球感和准确度 但你一旦增加了这个移动性 你的传球可能就没有这么准确了 那讲完双手传球 今天的重头戏 我是想主要给大家讲单手传球 在实战中你用双手的概率很少 因为你的同伴有面前有个防守 然后你自己面前有个防守 除非它绝对是大空档 我们双手速度比较快那种双手传出去 但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会用到 比如说单手的传球啊 或者说单手的基地啊 那我们怎么去做好这个单手传球 大家看一下啊 首先呢 传球基本概念都一样 但是你要记得你单手传球的时候 要隐蔽对吧 要比双手更隐蔽 你的球是放在你的身体的这个区 就是放在你三威胁的地方 你在做这个传球的时候 你的落点也要落在对方的持球的三威胁的地方 当你很已经完全可以掌握球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练单手 就是我接球和传球都直接用单手传 这样会让你的手感更直接地摸到球上 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 如果这个球你传不好我就接不住了 对吧 这个才是最关键 你要考虑对方接球的感受 那你这个球应该传在哪里 应该传到我这个位置 因为你想如果你还是弹在我这个位置的话 我这个时候我是没法接的 这是我们训练的方法啊 注意啊 尽量传它的外侧没关系 重一点 因为你球越轻我越难接这个球 这只是你训练成时候的方法 那我们现在还是建议你用双手去接 看我放球的位置 注意啊 放球的位置 出球的这个距离是你的手臂从这里 推到地上的那个 是直的一个直臂动作 这样的球是会让你更加的快 就是当你在实战训练当中 你的基地传球不可能就是这样 完完全全对着你的队友传 因为你的面前还有个防守 你要记得你可以加一点甲动作 他的手臂是打开的时候 你可以左边左边做试踏 然后跨步 跨步传球 跨步传球之后你可以做一个虚晃的假动作 这样子你的球和人不是一个方向让防守更加难去判断你的真正的意图 好我总结一下其实我们在基地传球当中的几个要点就是一个是你传球的基本姿势要固定 这是任何传球都要遵循的一个基本动作 在你训练的时候你的眼睛要看着你的同伴 当然不包括实战状态上你要去骗你的防守队员 那个是另当别论了 然后记得你传球的手指 你的食指永远是指到你要传的那个点上 这次我们基地传球你的手指就要指到你球落地的那个点 那最重要的一点在基地传球当中 我球的落点位置是 人人当中的三分之二的位置 另外你在训练的时候你的接球仍然是 手去赢这个球把球收回来传出去 我们任何的传球都要用你的核心的腰腹去发力 当然你熟练以后你的动作会越来越隐蔽越来越快 甚至你都可以不要看你的进攻队员去传了 现在再来总结和回忆一下刚刚我们讲的单手传球的要点 主要是你的双手和单手 它的那个传球的点不太一样 而且你记得你单手传球的时候 它是在你三威胁的地方 所以这就是三威胁的重要性 然后另外传球的这个点呢 它和基地传球的点其实是一样 只是平移过来 你的传球手本来是在中间现在移到边上 那我们今天基地传球的大致要点就好了 就是为了让你更好在实战当中去运用这个技术 你在训练的时候你可以增加一些运球 运球然后出球 因为你在移动中更加符合你在实战中的状态 运球或者是虚晃出球 那我们接下来就在实战中去体会一下吧 那我们怎么在实战中去运用这两种 基地传球方式呢 我觉得基地传球方式主要是 在你挡拆过后的运用是最多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当你碰到你的队友给你挡拆 你是怎么来处理好这些传球的 演护演护上来之后好停别动别动 这个时候我跟大家分析一下有几种方式 第一种你的队友给你挂上演护之后 你想要贴着他突破 他的防守队员 他的防守队员这个时候迅速的上来补防 然后你的同伴这个时候正好卡住了我的防守队员转身 对你把这个位置卡的很好 屁股翘起来对卡 对这个位置你卡的很好很明显了对不对 然后他这里又失位了 然后我这个时候一二三走 就是基地直接传过去 当然你要注意你的传球点 你可以把它往前面领一下 然后你记得你的队 你的队友已经有意识要给你上来挡拆的时候 一般我们在职业或者比较正规一点的比赛情况下 你的队友都会给你举拳示意 这个时候我不能让我防守队员知道 我要骗他 因为如果你盯着他看 我就告诉你我这里要掩护了 我就急着往这里走 那他肯定就会有所预判了对吧 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持球状态 你可以晃他 如果你是运球状态 你就往反方向拉 防守防守 挡拆挡拆 这个时候 就是用基地传球最好的方式 这里我们就顺便讲一下掩护的姿势 进攻队员在给同伴打掩护的时候 记得把你的防守队员的脚放在两个角的中间 把他的肩膀放在你的胸口 身体蹲下来对 好 这眼会就看上去就非常扎实 如果他这么快转了 这个眼会失败了 因为我没有吸引到你的球员 你直接转身了 他这个时候肯定去防你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机非常重要 那你什么时候转呢 就是当我的肩膀 过了你的肩膀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转身 你看啊 我一突破 对就这个时候转 就是这个时候转 让他们两个行不成默契 就是这个时候 他的防守队员 犹豫不决 是应该防他还是防我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可以把距离拉开 记得这点很重要 这个队员他不是傻子对吧 他也会 他也 他也会想我是追我自己人的 还是防我自己人 他们决定互换的时候 这个时候这个防守脑子 在想什么 我防不上我的 我自己的人了 那我就跟你换 对吧 那我一换我能做什么 我赶紧去卡他里面那个位置 对吧 这是正常防守 所以这个时候形成一个什么 大打小 我要怎么做呢 我看到我的队友已经占优势了 他们已经产生换防 但你在拼命往里挤 对不对 很明显这时候已经换防好了 如果大个子队员 大个子队员不上 犹豫 直接投了 就算你的投了命中率没有那么准 你也 你也可以判断 但是如果你一直犹豫不投的话 你大个子队员永远不会上来 你要学会去分析你防守队员心态 我之前如果已经投过两个中了的话 这个时候他的心态要扑对吧 因为我已经投进好几个了 这个时候一产生换防 我这样一撤 你一扑我就突破 一突破马上就形成二打一 好继续回到第二个 第二个啊 就是掩护挡差很成功 已经产生换人了 这个时候你要拉开距离 记得拉开距离 你把你的右手和右脚探出去 增加你自己的传球力度 缩短你和你自己队员的距离 还有一种就是你就想骚一搏操作对吧 来好 还是刚才那个大个子球员 你这样防我就钻进去了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这个队员非常重要 要延误一下进攻队员 把他和他的空间扩大 我就可以从当中钻进去了 但如果他的手和脚都是非常开 他的面积非常大 比你高很多 掩护出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 往下走了 这个时候你记得你突破永远要和你的同伴贴着 这个时候他的防守就没有那么容易挤过来 防守队员扑得非常凶 想把我马上堵回去 他想让我回去 去找我自己的防守队员 我告诉你不可能 他堵得很凶对不对 但是我的同伴掩护得又非常扎实 那这个时候我就要找我和他之间的距离 我可以这个时候用我的眼神去骗他 其实我可能就不想传球了 因为我刚刚传了三个你都知道了对不对 那我就往那边走找别的队友 一旦拉开空间以后 就背后传球就过去了 当然这只是方法教给大家 在实战中想要传好这些运营球 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时间 踹一下就过去了 今天训练营就到这里结束 今天我们讲了双手的基地运营球 还有单手的基地运营球 还有一些实战当中 你碰到挡拆怎么去运用的方式 对吧 那我很希望大家能在国庆期间 好好的把这个球技给再磨练磨练再锻练 当然同时也欢迎大家在网上 即刻鞋谈或者 at 蓝牌网组前 把你的训练成果和想要问的问题 发给我们 最后祝你十一快乐 拜拜 拜拜 这个防守队员才不是傻子对吗 来点实际的 好人表示不服 不服 我就是那个傻子 哈哈 好了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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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我就再来个人 好了 然后 我说 别担心 你 搅担了 你 别担心